入室抓捕 入室抓捕是专职对位于宅室内的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抓捕。 它的特点是抓捕空间受限、室内陈设及人员情况不易掌握。 因此,当你锁定抓捕对象在某一房间并决定入室抓捕时, 应当根据中心现场的地形、房屋结构等特点,做好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并且从开门、入室、控制到抓捕,都要按照抓捕程序和行动规范进行。 防止出现因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行动失败和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操作推介 行动前的准备工作 1. 情报分析 包括室内结构、室内人员情况、持有武器和凶器情况、 可能反抗的程度及周围环境特点等。 2. 制定行动方案 1. 确定抓捕方式、选择合适的借口和合理的身份、右旗开门或强突入室抓捕。 3. 警力部署 包括枪支弹药、通讯设备、防护用具、警械、破门工具、夜间行动时所需的照明工具等。 4. 检查落实 5. 检查参加抓捕行动人员对所领的任务是否明确、对抓捕行动的各实施环节进行确认。 5. 实施抓捕行动 1. 隐蔽接近现场 自然或秘密接近预定地点 控制组对房间的门、窗及所有通道进行控制。 抓捕组进入预定位置,如门窗的两侧等。 各组在接近时,要密切注意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发现后要及时通报。 2. 开门 接近目标房门后,如果门是打开的,你不要急于进屋,应当设法观察、细听室内情况,并将所获信息传递给同伴。 3. 如果门是关着的,你可根据门锁位置和开启方向,选择合理的站位。 4. 采用右门方式时,抓捕组人员应当隐蔽在门的两侧。 当门打开时,应有专人保护或控制右门者。 4. 如需强行破门时,无论踹门、撞门或砸门,应尽量做到一次成功,切记破门时间过长,必要时可采用技术手段开锁。 5. 如果没有良好的右门条件或强行破门,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应考虑在门外设服抓捕。 3. 入室 当房门打开后,应当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房间。 通常是由率先进入的民警持枪控制住整个房间。 必要时,表明警察身份,其他民警迅速将犯罪嫌疑人制服。 室内情况不明时,进入房间身体要放低,可事情采用交叉法或被绕法方式进入。 如果房内结构复复杂,同伴之间要保持交替掩护,室外控制人员也可适当跟进。 4. 控制与抓捕 进入房间后 在使用枪支进行控制的同时 还应使用语言控制 如别动、警察等 语言指令要简练、清晰、语气要严厉 要在第一时间里 判明抓捕对象所在位置 趁其来不及反应时 由徒手抓捕人员迅速上前控制 制服后迅速上铐 搜身并令其自曝姓名 确认其身份 室内如有其他人员 应迅速将其隔离控制 防止其袭警、阻挠或被劫为人质 必要时可一并带回审查 对室内可能存在危险的死角 要进行谨慎搜查和控制 做好捕后处置工作 1. 及时通知外围各组 按计划向中心现场靠拢 2. 向上级报告情况 听取指示 3. 现场救护 如果出现伤亡情况 应立即进行救治或者送医院抢救 4. 就地突审 如案情需要可就地突审 获取新的情报信息 为下一步行动创造条件 5. 搜集犯罪证据 必要时应仔细搜查房间 收集犯罪证据 搜查现场应有证明人在场 对几种情况的处置 1. 我方处于劣势时的处置 如果入室后发现室内人员数量 明显多于我方时 应首先控制局面 然后事情抓捕 当没有条件抓捕时 可先撤出房间 由外违控 同时向上级报告 请求增援 2. 遇犯罪嫌疑人 家属极力阻挠时的处置 当抓捕行动 遇到犯罪嫌疑人 家属极力阻挠时 你应当将他们都视为危险的来源 保持高度警惕 可在说明情况 讲清道理及语言警告的同时 将抓捕对象与其家属隔离开 并速抓速撤 一旦局面失控 应当首先确保民警和群众的安全 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3. 抓捕行动提前暴露时的处置 如果我方抓捕意图提前暴露 以惊动犯罪嫌疑人时 抓捕组不能贸然入室 应当选择包围 控制 喊话等方法 劝其投降 如必须入室强行抓捕时 建议采用声东击西 多点进攻等方式进入 并充分利用房间内的结构 家具等做掩护 谨慎推进 最大限度地保证行动的安全 特别忠告 你要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房间内的每一件物品 都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 用来袭击你的凶器 你应尽量做到 开门快 入室快 控制快 抓捕快 如果你的右门理由不合理 很可能会打草惊蛇 在实施强行入室抓捕前 一定要核实情报的准确性